恐慌性囊苍是一種全身性的一種疾病 有時候它就是會隨著你的血液 然後在你的身體方面 哪一個部分比較虛弱 它可能就傷害到那一個部分 那在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我一個好朋友他也是 他就是傷害到他的手指頭 那我呢就是傷害到我的眼睛 那我的眼睛剛開始呢 因為他傷害到眼睛 也是因為我是這樣慢慢的這樣 就是我服藥服了兩年以後呢 就慢慢覺得眼睛就是一直很不舒服 那因為那時候呢還沒有畢業 然後就是一直覺得眼睛蠻澀的 然後呢可能就是一直自己覺得 那個警覺性不是非常有 然後可能當時自己眼睛也是 可能有過度用 因為白天白天去公文數學 我是用不到的人 所以我會去公文數學當個助教啊 然後回來然後就那時候就有轉夜校讀 然後去讀個讀晚上回來 然後幫阿嬤做加工 可能日積月的然後自己用 然後呢就眼睛那時候不是說非常的注重 也警覺性不是很有 到眼睛到一直到自己想要吐了 那自己覺得眼睛一直不舒服 所以我才去檢查才知道說 喔我是急性的青光眼 那急性青光眼呢 醫師其實他很早就是希望說 說我能就是剛開始點藥吃藥來控制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把眼藥移植下來 所以醫師就建議我要開刀 然後可是因為可能基於我 我覺得說因為我快畢業了 所以呢我一直拖延到我畢業了 我才去開刀 然後呢開刀以後 其實開刀以後也是沒有痊癒的 因為呢四神經萎縮到一個程度呢 你那一部分就是已經都沒有效了 就是只能你好好的去保養你後半部的 然後呢青光眼他只能控制得住 可是呢他他還是會慢慢的去萎縮 其實我們都是要定期去檢查的 像我前陣子我還是有去檢查 因為我們這種像我又很怕光 所以呢我有時我也有輕微的黃胖部病變 因為呢黃胖部病變呢 也是會引起你的四神經 也是會引起失明 所以我一直會很很注意我的眼睛 然後呢萎縮程度就是要靠你自己日後的保養 所以我都希望說 所以我現在也是一個借鏡 我是希望說如果醫師 其實我周遭也有一些人說 啊醫生可能就是說 建議他要怎麼去保養他的眼睛 或者說哎有建議你要開刀了 其實我們也都要把握當下 就是呢 醫師有在建議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其實有很多東西就是要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他就是不會像我們現在就那麼嚴重 那我現在就我現在的就是每天呢 就是每天就是去點都一定要保養我的眼睛 然後點點藥水 睡眠一定要充足不要給自己太勞累 那我我紅半星狼艙我是一開始我我除了服藥以外呢 我其實我以前剛發病沒多久的時候 我自己先有練瑜伽 瑜伽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好調適我自己的身體 緩和我自己的身心力 好然後學瑜伽學了兩年以後 其實我是後來才慢慢覺得說 欸我我才去接觸運動的 好那我是希望說 欸有跟我一樣病的人 好陽光的去面對 好然後可以就是 要不要放棄自己 好然後要勇於去面對這個病 然後多運動 好多吃一些健康的東西 好那其實我說 我說真的 我也是我老公有給我鼓勵 那就是我們家人的 家人的鼓勵也是一種很 也是一種很有營養的藥 就對了 然後就鼓勵 還有我有兩個很可愛的小孩 他們都沒有讓我很煩惱 因為我從小就教育他們 怎麼去關懷別人 所以他們也都一直做得很好 然後就 然後就還有就是 只要你怎麼去關懷別人 別人也是相對的會 會來關懷你 那就讓我們大家勇敢去面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去過我的人生 那天才剛檢查 我現在的視力我左眼都沒有看到 只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只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你揮揮可能我就只能看到 好像有什麼東西喔 有一點點的影子 可是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右眼呢 右眼就是说 假如我正直视的看对方 知道有一个影子在那里 长相都看不清楚 然后如果我写一写的看某个角度 我至少还知道说 他可能是一个人 然后呢 长相还是不是很清楚 可是 然后就是要有一个距离 那个距离可能就是要靠得很近了 我才可以知道说 他是谁 那我现在目前呢 我就是通常都是以声音 假如说我有时候会以那个形象 常常跟我相处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他可能就 通常 其实说真的 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蛮对不起大家 因为我没有办法 很主动的去跟大家回回手打招呼 都是人家要先跟我打招呼 我听到声音 我就 我一定会跟人家打招呼 可是不认识我的人 都以为我不跟人家打招呼 所以这个也是我很不愿意做的一个事 就是觉得很愧疚的一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现在目前就是 就是说我现在看的东西就像说如果就像说你在我的前面三步 我做到那里都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在我旁边 我才可以很清楚的 学手语呢 十几年来 我一定会有遇到挫折 刚开始 因为呢 手语呢 通常都是用手掌手的肢体里面呢 就是手指头 然后呢 对一个视障人来讲呢 手背 手心 手指头是最 最看不清楚的 尤其是我 然后呢 在学习过程中呢 说真的 有时候手语呢 就是靠手指头 那因为呢 因为我是眼睛的关系 所以呢 我的手语老师呢 简美慧老师 他通常都是会让我坐在他的 他的旁边 然后因为我只剩右眼的某部分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我都是一定是要坐的位置 又是右眼可以看得到他的手 那因为呢 可能就是可能有时候是角度的问题 有时候呢 手指头 一只两只 或者五只并在一起呢 会不一样 所以呢 会看得很辛苦也看不清楚 那所以呢 通常呢 老师会比较注意我 然后他如果发现我有不对的地方呢 他会拿起我的手 会教我怎么去比 然后因为 因为呢 手语跟一般的舞蹈不大一样的 就是说呢 你只要一只跟两只 意义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老师会 会比较 比较细心的 就是比较仔细的 把我 就是用比较清楚 那可能就是 因为老师有这样很耐心 然后呢 有特地的指导 所以呢 变成 只要老师 就是因为老师有这样的指导 所以呢 我都是尽量会用我的记忆 把它记下来 因为呢 其实我以前曾经也自己 其实学手语 有一些也是要超超斜斜的 就像说 假如说 你比一个五 数字的五 数字的五 在我们一般人都一定比五只 可是呢 数字的五它是这样 那你这样的时候呢 你怎么去比呢 然后呢 我们通常呢 就是会 又会画图 又要学会画图 画一个大母歌啊 或者写一个大母歌的样子 不然就写大母歌 这三个字 那通常呢 以我们四丈人来讲 像我 通常我如果写一写 可能隔一阵子了以后 因为我视力的问题 有时候我要看我的字 有时候 我说真的 有时候我自己看自己写的字 有时候 有时候要猜那个字 有时候还是不是猜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是目前为止 我都是尽量靠记忆 所以呢 其实很多四丈人呢 就是熟能生巧 所以呢 学手语也是一样 就是呢 一首歌里面 很多都是重复的字 也是蛮多的 像你我他啊 琴啊 不要啊 谢谢啦 对不起啊 这些啊 都有 所以呢 通常呢 所以日积月累来 很多呢 我已经都记到我的脑海里了 所以呢 我也是就把它记下来 所以这个在学手语部分呢 就是呢 让我这样日积月累来 学了十几年 所以呢 慢慢的把点点滴滴的一些单字什么都记下来了 所以呢 记下来了以后呢 所以呢 学的手语呢 是有助于我编一些舞啊 因为有些歌呢 可以用手语带动的东西来呈现 然后所以 我也很感谢我的手语老师 那在土峰舞方面呢 土峰舞我的 我的贵人 也有好几个老师 哦 就除了我说 哎 我们的 哎 土峰舞的 的 长老 应该说长老啦 就是说 哎就是李博言老师啊 还有我 第一个土峰舞的启毛老师 就是李雪琼老师 还有我一个带动唱的老师 那个叫崔玉玲老师 他们三个啦 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学习过程中 指导我最多的 然后呢 以目前为止就是 李雪琼老师跟崔玉玲老师 他们两个 因为我目前我都还是 跟随着他们的脚步 就是有在学习 在土峰舞方面 然后因为 因为 学习 学习嘛 就是要一直成长嘛 因为在基隆呢 我是跟随这两个老师 可是因为呢 我们人呢 一个当老师的 不是就是要 不断的去学习 所以目前我还是 我就是有到台北 到台北 跟台北的一个 黄爱珠老师学习 黄爱老师学习 他呢 他的教学会跟基隆的老师 有不大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我一开始 其实我 我学习任何东西 我一开始我都是 会让老师去 去认识我 因为我是一个 四障的人 可能我在学习上 可能 不是说 可能在某个角度 或者手指头方面 可能就是 没有像正常的人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 老师我先 让老师先认识我 所以老师在认识我以后 他会 会在某一方面 他就会 给我认 就是会多给我说 诶 这样哪一个地方 应该要怎么样 他会 会再进一步 就是详细的跟我讲 然后而且呢 台北老师 给我教学的时候 会让我 多知道说 诶 哪一个脚步要怎么踏 才不会伤脚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在 在教舞 在练舞 我们通常 我们不会注重 很多 那种 就是说 诶 只会教动作 不会让 让 让学员知道说 诶 如果你这个脚步踏不好 可能会 伤害哪一个地方 那 这个就是 我在台北学习的 最大的收获就是 就是老师会教我们说 脚要怎么踩 那个才可以 才不会伤害到脚 因为像我 长期 有在吃药的人 然后 而且我们常常会 骨质流失会比较快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所以我 我说真的 我虽然是 舞蹈老师 所以我对我这一方面 我也是很注重的 我会补装我的盖子 然后呢 膝盖我会带护膝 来保护自己 然后 然后就是 再加上老师的一些 专业 专业知识 来 来指导我 所以呢 我就现在 我就是 就是基于这样呢 让我 在我在这一块 让我再多 多认识 然后多学习 然后让我 可以多保护自己 因为 因为我就是以前 我不是都有跟 我不是跟你讲 我有跟我仪仗学 跳吗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跳的舞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可能是以前那个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的舞 通常都是一些 国标舞的基本部 编出来的舞 所以只有我们老师稍微 因为我的眼睛很奇怪 我 因为我看手都会看不清楚 这是我最大的挫折嘛 那因为我就只要看到 他们的 我的脚稍微移动什么 很奇怪 我就知道 他在跳什么啊 就好像就是 可能就这样 诊一下 就是好像就是知道说 因为 因为舞一定有嘛 恰恰嘛 还是什么 坦克嘛 华尔滋嘛 就是 其实歌 假如说这个歌是属于快的舞 可能他就是属于怎样的舞 然后 华尔滋就是有三部的舞 然后我那个基础我都知道嘛 所以可能我就稍微看一下 我就知道老师在跳什么 就好像就知道了 然后 我脚都是没问题的 很奇怪 可是我手就不行 可是手如果说这样挥上去的 我都还OK喔 可是很奇怪 就是 就是 可能就是说 老师可能就是 啊 可能这是挥 可能手心向外 或者是手心向内 对 可能这个手呢 就是呢 我手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说 是手心 手背 我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看得到的 对 然后所以可能这一方面 我就是要透过老师的指导 所以这样我才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 对 那老师指导他会讲说 啊现在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他是这样的 对 像如果我有 我如果前面我有一开始 有跟老师这样透刻一下 老师通常会跟我讲 像有时候我们的舞里面 有时候可能就是可能这样 有时候我们正常 有时候可能就是像一只手 好 可是呢在我们四藏人来讲 如果因为老师通常跳舞 都是背对的 背对的 然后虽然前面有镜子 可是当我一个距离 因为我舞 我跳 我在任何一般学舞 我都一定是站在最前面的 然后可是呢 因为呢镜子又有反光 我更会看不清楚 然后不管老师比几只 我都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而且有些 有不一定都是比一只手嘛 有时候是比大母哥 有时候是比一只手 我都没有办法看得到 所以呢 有时候如果在这个之前 我会请老师要讲的时候 老师通常都会讲 大母哥我就知道是大母哥了 然后或者是比一我就知道 还是说这里拿比武啊灰灰手啊 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 我就 就是 这个就是我在学舞的过程中 我最大的挫折感就是 就是手方面的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很 看得清楚就是 手指头 还有就是手心手背 的那个区别 这样 啊 可是很 很奇怪的就是说 只要我学会了以后 我 我在教学 我在教我的学生 可能就是我自己觉得说 我一样我不能让我的学生 没有看到我 像说我们背对教学 老师 学生可能就看到你的侧点 背后的影像 可是呢 像我在教学 我如果背对的时候 我通常 我就是会很快的 就会跟 跟我的学生讲说 说 是 是 是什么动作 可是呢 我通常呢 我都是面对了 面对学生在教 所以呢 我是 左右边都能教的 变成我是 左边右边都能教的 老师 我任何一种学习 我都是希望说 我学的东西 都可以带给人家快乐啊 或者 能付出 所以呢 我其实我从小 我就是 也是 就是 我可能就是耳濡目染嘛 阿公啊 他的乐器 他就 他满 满有很多学 很多乐器 然后呢 就唯独 我就看到阿公在 在吹口琴 然后呢 我就很好奇耶 阿公 因为以前的人 好像也通常 没有在看谱啊 然后呢 他就是 他就那么会 吹口琴 也会那么会 去弹那个 那个什么 欸 洋琴啊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很好奇 然后可能是从小 就是 有跟阿公接触 所以呢 我后来呢 就是 我觉得说 欸 口琴这个东西 又好细带 所以呢 我 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买一支口琴 可是呢 也是自己这样 就是 随便这样吹一吹啊 然后 然后就刚好 有这个机会呢 好 然后就是 有一个工会 刚好办 办那个 办学习课程 然后我也去 学习 那个是一个 社区大学的老师 叫彭世伟老师 好 然后呢 我就 因为可能自己也 也有兴趣啦 然后就去学 这个口琴 然后彭 然后呢 学口琴 相对的 老师一定要 一定有发下 那个谱 然后呢 说真的 谱对我来讲 都是密密麻麻的谱 是因为五线谱 说真的 因为呢 我当初我学琴 我也是一直弹琴弹琴 学到那个谱 那我的眼睛很 没办法看了 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去学那个琴的 所以呢 我当初看到那个谱的时候 我真的 也 一个头两个大 然后呢 后来呢 老师其实 其实老师也是蛮贴心 因为他可能也是他的经验吧 所以呢 老师呢 他把他的谱呢 他没有 他呢 就是把那个谱 然后他 而且他是 一段一段的 写在黑板上 而且写得非常的大 而且呢 他除了写 写谱 写谱 然后他还写数字 因为呢 数字 数字其实呢 其实用数字就有办法去 去让学员知道 所以呢 而且他那时候教学 而且他是一段一段的 而且他是一段一段 那像休止符啊什么 他都是慢慢的 然后呢 节拍 一拍 两拍 他都是慢慢的会去 这样这样 然后刚开始 其实说真的我一开始 我会有挫折感 可是呢 可能是本身啊 音感也比较熟悉 然后呢 其实我 我说真的 其实现在的教学 都是用白板 说真的 白板也是会反光的 然后对我来讲 也是一种挫折 然后可是呢 因为 我对黑板上的字 还是一样 没办法去接受 我只能去 用耳朵去 很清楚的去听老师 怎么去打节拍 然后我把老师的节拍都记下来 好 像 像那个 我举例一首歌好了 像那个 超妙人家庭 像他的节拍就 超妙人家庭 家庭叮叮叮叮 然后这样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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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个节奏啊 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 然后所以呢 我们在吹口琴的时候呢 就是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换气 然后吸气 怎么节奏 那个怎么去接 然后所以呢 我是 其实我当初 其实老师 吹一次给我们听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学音乐 又是学舞蹈的 所以我那个灵敏度比较强 所以呢 我 我除了听老师说 说一拍两拍那个节奏以外 后来呢 我都是听老师吹一次以后 我就把老师的那个节奏都吹出来了 所以他们刚开始都以为我学过 其实我从来没学过 那我是很感谢说 因为可能就是学习 学习口琴 说真的 除了说 因为我是学基础的 所以我 其实我说真的 老师也是一直鼓励说我去学进阶的 可是因为我一直对我自己讲 我会有挫折感 因为进阶可能我要接触的挑战会更多 所以我目前为止 我还是没有去接触进阶的 就是终极的 因为我不知道说 终极的可能就是在某一方面 是不是对我来讲 可是我一直相信 任何一种学习是熟能生巧的 所以我 我虽然我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 可能我在私立上 我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谱 可是我希望我遇到的老师 都是 都是能像有这些 目前我所学习的 学习的对象 这些老师 都给我们视障人 都能 都能有多一点的耐心 然后 我是很相信 爱心 每个老师遇到这种 这种视障身 都是一定会有的 只是说 要更有耐心 是说只要 因为我说真的 我是很有心 很想多学很多方面的音乐 可是呢 我都很怕说 我怎么要去找到这么好 这样有耐心的老师 因为我们视障 真的就是要很有耐心的老师 包括我自己 在教学生也是 我们本身老师如果没有耐心 怎么可以把那些 特殊的小孩 把他教得那么好 好 谢谢 好 讚 那叫我 叫我